它就可以了 也太乖了吧 它现在多大 这只小蜜现在其实还挺小的 它还不到20天呢 它大一点 它20多天了 但它特别喜欢吃冻干奶酪粒 我觉得它吃东西的样子挺乖的 就每次都会弄到它鼻子里面去 给它弄一弄 擦一擦 它吃东西的时候 你就敢摸它 对呀 它也不咬我呀 你看我把手放在它嘴巴这里 它也不会咬我 小蜜其实还会比较温顺吧 育儿袋会进水吗 育儿袋不会进水 就算是育儿袋里面进了一小点点水 它自己也会清理的 不需要我们去帮助它 清理育儿袋呢 它平常吃什么 它平常主食就是专用粮 主食是专用粮 但是除了专用粮之外 它还可以吃水果蔬菜和肉类 小蜜不生病 像那个感冒咳嗽发烧都没有的 是我觉得小蜜饲养起来 其实会比猫狗简单 因为它不会生病嘛 像那个感冒咳嗽 留鼻涕发烧都没有的 就正常让它吃饭就可以了 寿命是多久 12年到15年左右 它的寿命跟猫狗的寿命差不多 但是它长不了很大的 有味道吗 它有大便吗 看你怎么闻吧 如果就 其实它大便挺少的 就你只要不放在鼻子下面闻 其实也闻不到它大便的味道 小便大小便会比较少 这是什么呀 有不认识它的吗 各位小伙伴们 不认识它的宝子 可以给主播扣个衣服 再让大家看一看它的幼儿代吧 好不好 可能看完它的幼儿代之后 大家就知道 它跟谁是亲戚了 可以呀开奇 子龙别着急 因为主播这儿在直播呢 没有办法通过呀 这么多人都没有见过它吗 那我让大家看一下 它的幼儿代好不好 第一次见到它 觉得它可爱的小伙伴们 左沙角的关注点一点油 避免下次直播 看不到这么可爱的小蜜啦 你们看这个地方 有没有人看到 这是幼儿代 有没有人知道 别的什么小动物的肚子上面 也会有幼儿代呀 有人知道吗 是不是很多人见过 那个小袋鼠 小考拉 它们的肚子上面 是不是也会有幼儿代呀 小母蜜的肚子上面 也有幼儿代 只是长得比较小而已 可能大家就忽略了 它是有幼儿代类的这个事情吧 对 小袋鼠也是有幼儿代类 小蜜她也是有幼儿代类哟 只是她是最小的有幼儿代类 可能很多人就忽略了 她是有幼儿代类的这个事情吧 小蜜她是最小的有幼儿代类 给她起名字 她能听懂吗 她能听懂呀 小蜜她们给她起个名字 其实叫一叫她 她就知道自己的名字是什么了 她本身的性格 就会比较黏人 能长到多大 手长大小 大概一百多克左右的样子 她是最小的有幼儿代类 平常吃什么 就是专用量水果蔬菜和肉类 水果蔬菜和肉类 就是我们人吃的一些 水果蔬菜肉类都可以吃的 会随地打小便吗 不会呀 她咳懒了 你们发现了没 就我把它放在手上面 她就会比较喜欢 在我的手上面待着睡觉 这也是她年轻的一种方式嘛 她会在屋子里面乱跑吗 不会 我把它放开 你们看她会跑到哪里去 她会跑到自己的睡觉窝里面去 因为她挺懒的 就是不跟她玩的时候 她可能就会跑到 自己的睡觉窝里面去待着玩 或者在自己的睡觉窝里面 单睡觉了 这也太可爱了吧 为什么这么可爱 你们还不给直播点点关注呀 觉得小蜜可爱的小伙伴们 左上角的关注点一点哟 避免下次直播 看不到这么可爱的小蜜了 是的 一岁就不会长大了 因为她们七个月就成年了 好养吗 小蜜自然起来很简单 吃专用量水果蔬菜和肉类 陌生人她会跑吗 就我平常带她出去玩 就公园里人也挺多的 她也不会跟着别人跑 因为小蜜她会认自己的主人 但是她不会认别人嘛 小孩可以跟她玩吗 当然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小蜜 她会比小猫小狗还要放心呢 像小猫小狗的话 因为她本身会携带一些冰河菌 如果小孩被那个猫狗咬到了 就需要去打那个狂犬嘛 但是小蜜她本身 又不携带那些冰河菌呀 任何的育苗 任何的群种都不需要做 她生宝宝生的不多 她们宝宝其实是有代理嘛 跟老鼠不一样 她们生不了十几只的 就小蜜怀孕的时间挺短的 只有十六天 但是小宝宝会在妈妈幼儿袋里面 待两个月 她们生一次宝宝需要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呢 一年生两次吧 生不了很多只 一次生一只会是两只 我们家小孩会比较喜欢和她一起玩 我们家小孩四岁了 她平常没事的时候 就会比较喜欢拿着小蜜玩 其实我觉得小蜜 她的性格还挺微顺 她也不会去 小蜜往让她谢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